結果祈禱的效果很厲害,很準確 我感到作為一個人,可以跟天地間的主者 建立一個好像父子之間的關係 而這個關係是信實不明 他是聽祈禱,在我毫無選擇的處境之下 我覺得上帝就好像爸爸一樣 帶著我完成了這次的旅程 有聖經專家指出 聖經有三分之一是預言 到目前已經有百分之九十 準確無誤的應驗 就像網友兩千多人的祈禱 在1948年祈禱復活 而耶穌基督也應驗了聖經預言將世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之後三天復活,並且升天 而且將會再降臨 他曾經說過,他在降臨之前 將會出現的時代征兆 他說,末世的日子臨到之先 您要攻打您,國要攻打您 在1948年祈禱,在1948年祈禱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雅拉納山是一座火火山 1840年爆發至今,雅拉納山一直沉睡 1948年,二十年一次紅雪再次降落在雅拉納山 但是不再帶來祝福 反而是連串的災難 2004年,方舟重現的兩個月前 也就是7月15日到9月期間 48天之內,錄得大小地震536次 地震令雅拉納山上的一條村莊幾乎被移平 村裡四十多人,有二十一人死亡 雅拉納山的地震究竟是災難的巧合還是緊張 我們不知道 但是近年來,由不同學者專家同時指出地球 由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結果跟聖經所形容的末世大災難很相似 有人大膽地為地球推敲出幾個毀滅的劇本 包括溫室效應、隕石撞擊、核危機等 也有人指出地震與火山足以摧毀整個地球 聖經說,主的日子要像誰來的一樣 那樣,天必會有大響聲廢去 有形制的都要被滅火消耗 地震和其上的霧都要燒盡 近年有專家估計 下一次地球最大危機 是全球三千幾座火山大爆發 如果估計成真 耶穌曾經說過 羅雅的日子怎样 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 当空水以前的日子 人照常吃喝嫁娶 直到羅雅进风中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灾难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发生 生命也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流走 但是以耶稣復活带来的救赎与启示 就是要留给每一个人一道彩虹 明天 我们对方舟必然有更深入的探索和了解 但是今天方舟与洪水的故事 是要提醒我们 要回应上帝的救赎 接受他的救恩 明天 请 large volume 流浪库 进度数转拉 写温力 助 fan,写温力 二座 设计 想 certification 写温力 飞中 平击 角色 操绕 证 即使 满路 今 蜜蜜 compressed Em 今天最为睡梦 曾相信的 不必担心去等 曾预备 天空脚 方舟是新日人类的希望 以父母的耶稣 是今天人类的方舟 大天领印海 我曾有幸福的家人 走不到一生那无信心的前来 能够浮上 真的也可能 把遍了一遍 去找伤害的灰色 沉默了千山千片 在枝在月夜通透 心中方舟揭发 我变得到天日 我知道 以赶你借我强 谁兴风尝浪 留守方舟 若定如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宝